每次星州房车录影节啊 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参观一下车友的车 现在我身后的这辆星球 就是一辆非常有生活气息的车友的车 哈喽 首哥 哈喽 方便吗 方便 参观一下你的车 来吧 哇 东路了 星球 哇塞 太帅了 相当有生活气息的一辆车 这也是我们的星州的车友 之前也拍摄过 也是知名的这个品牌策划人 说个介绍一下你的车吧 知名呢就是汇快区的 汇快区 现在呢能坐差不多五个人 给我加了个小小的 其实也是个收纳 里面可以放杂物 很棒很棒很棒 这块也挺宽敞啊 哇 藏了不少好酒 平常喜欢喝点酒 就今天我们都可以喝啊 好好好 好 这个很漂亮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本来装出风口的 它里面有电池 这一吹就会亮但是坏掉了 然后就放这儿做小装饰了 对对对 这两个是空调的出风口 这个设计是空调的出风口 什么漂亮什么漂亮 暖暖气 然后这儿一个茶台 在这儿喝点茶还不错 非常棒 这中间是个厨房是吗 对这是个厨柜 这底下呢 我盖起来了 三个灯 平时一看也是不做饭 平时不在里面做 所以这一块现在就是一个操作台 对就是一个操作台 做的一个凉餐刺身可以这样包 我比较喜欢这个啊 这是我可能猜到 这是放佐料的 调料盒 哎那膝带上面 对 这是一个定时的温度计 这个床我蛮喜欢的 这是一个大圆床 下面呢是储物的水箱 电力 这上面呢 其实也是我私人影院 这样 转过来 然后 哎呀躺在这个地方 这会放个小桌子 啊 然后呢 这个也是音响 这个哦 对 网上面呢 这边有好多声控的这个灯光和音响 只要我一说话 它就会亮起来 哦是吗 对 然后这 这样一个小桌子 嘿嘿嘿 我还喜欢在这个地方吃夜宵看电影 对 然后累掉之后 把这个 一拿到一边去 就可以休息了 这边还挂了很多照片 对 相当多的细节 这个也受你影响 我上次见过你 管你 他很轻 这我老爸 你看 嗯 这是一个什么呀 房车必备的灭纹器 哈哈哈哈 啊 晚上一打开 然后完了之后 就他可以照纹吗 也是圆圆的 对对对对 到处都是圆圆的 窗子 镜子 全都是这种圆弧的造素 漂亮 就还是顺应它的结构吧 嗯嗯 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 卫生间就不参观了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不错 相当有吊吊的一款车啊 整个车里面都充满了时尚的气息 晚上面团漂亮 是吧 哎 还可以 立马就换了一种吊吊 这是夜晚模式 然后晚上你可以在里面 哎 一边看 影院它一边会有变化 对 对 你的声控灯是怎么样的 能演示一下吗 呃 旁边的小声灯 如果光线更暗 那效果会更好 嗯 它会变好几种颜色 嗯 变色 哦 真的变色了 对 变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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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意思 对 要暗一点效果更好 今年有什么旅行计划吗 啊 今年 我想吧 可能可能冬天会有一段时间在外面 冬天我比较喜欢 冬天因为你可以 做一些 摘火炉啊 一些驱烂的装备啊 都可以非常地发挥 感谢收割